BECOM BETTER DAY 嗨 大家好 我是解旺 歡迎回到BECOM BETTER DAY 待會我叫上台北 參加我今年最後一場舉重比賽 其實這一次也是我玩舉重以來 最認真備賽的一次 因為自從在年終7月份的舉重比賽完後 我發現大家進步的好多 覺得只有自己挺滯不前 所以我賽後開始燃起想要進步的決心 開始規劃自己的訓練週期 告訴自己下次比賽 除了要好好玩舉重以外 也當然想要舉得更重 所以當然也希望等等的表現 能比我想像中還來得更好 那就讓我們期待一下吧 这天来是一屁一屁一屁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when i feel like this i'm a mortal 站住 i feel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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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 今天換完完的比賽了 然後我終於比完賽了 那因為昨晚就直接會議欄 所以也沒說太多的感想 沒關係 影片到最後我再來跟大家說說話 那今天就看他表演了 吃早餐 早 GO 好的 那我們現在吃完早餐了 然後晚了也不完棒了 所以想說來回答一下上司LG 問我的問題 那連肌肥大和肌力最主要的差異 的確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於重量操作的多寡 所以為了增加肌力 主要方向是壓大重量 和將動作的速度拉快 以刺激你的神經系統 和動員大運動單位 自然的這樣子會有比較好的肌力提升效果 但其實回到實際狀況 和真正在設計客表的時候 不會都指過度偏重於大重量這一部分 而只是比例上的分配 你想想看如果你都一直壓大重量 你的神經勢必會有疲勞的一天 也會很容易遇到撞牆期 再來原本的肌肉量 如果無法適應大重量的狀況下 關節所能承受的壓力也會有限 所以給你一個例子作為參考 假設先以三個動作 深蹲、硬舉、臥推作為動作的分配 我建議可以在某一天訓練 專注於某兩項動作 操作大重量訓練 而另一項動作 操作中高重量訓練 而其他訓練天依此類推交替輪流 如此一來 你也能專注在你的肌力提升目標上 也能避免受傷或者停滯期的狀況發生 希望這樣對你有所幫助 那我們去看王兒比賽吧 王兒完帥囉 開心 撿到了 太猛了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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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看到這邊 那比賽的結果相信在前面的影片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自己對於這次的表現其實沒到特別的滿意 因為畢竟這次我算是為了這個比賽準備了很久 然後在4個月前也開始好好規劃這一切 那可惜最後的結果就是不如人意 但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這次也是努力過了 但比完這次的比賽我自己也是收穫很多 知道下次該修正什麼能讓自己的表現再來的更好 再加上看到我女朋友網兒 還有我們隊友的表現都表現得相當好 所以其實我的心情反而更受他們的影響 覺得很開心看到他們有這麼好的成績 那最後也希望這部影片對你們有所幫助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這樣 給大家訂閱 我們去做收穫的是 這個gins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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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